欢迎观看Intervo Zero 的 RTX 产品介绍。 RTX 可以将 Windows 转变为即时作业系统。 这不仅可以为系统构建人员 提供完整的 Windows 体验, 还可以借由 RTX 提供应及时处理功能。 因此,高效能和高精度的应用 不仅拥有了功能强大的 UI, 还能借由 RTX 提供应及时决定论功能。 接下来,让我们稍微具体地了解一下, 正如之前所说,Microsoft Windows 提供了完整的 Windows 体验, 功能非常强大的工具,以及大规模的软体使用者群。 但是,许多高效能应用还需要满足真正意义上的决定论。 这正是 Windows 所缺乏的。 将 Windows 与 RTX 相结合, RTX 便能将 Windows 转变为即时作业系统。 现在,您不仅保留了强大的 Windows 体验, 而且拥有了独立的即时排程器, 它可以排程您在应用中需要的所有即时功能, 大幅度提升众多应用的价值。 此外, RTX 致力于提供这种即时转变服务长达十多年, 产品部署量一于百万。 如您所见,此平台对于许多不同的高效能、高精度应用都非常实用。 让我们看个范例来辅助说明。 看看这个典型的范例。 此处采用的是典型具备双核心 X86 处理器的市售硬体, 并且在两个核心上都载入了 Windows。 Windows 仍然可以为该应用提供强大的 UI, 但若要在此处满足即时需求, 我们就还要使用这些插卡。 在这里,我们配备了 DSP 等插卡。 当然,这里也可以用 FPGA 和 ACE。 这些插卡担任了即时元件的角色。 尽管该系统的功能很强大, 但这类系统仍要面临大量的挑战。 如您所见,第一个专有硬体, 这些插卡是以 DSP NET FPDA 为基础的。 虽然用的是具有 X86 处理器的优良市售主机板, 但您还需要另配专有电路板。 这就导致经常需要使用复杂的工具。 这些插卡一般都有自己的工具集、编译器以及作业系统。 这就导入了不同的程式码基础, 有时还涉及到独立的研发团队。 许多的软体都等着您执行管理和整合。 此外,效能也成为一大问题。 虽然 Intel 和 AMD 的产品系列在不断进步, 但这些 DSP 或插卡的产品系列 有时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 这就引发了可扩充性方面的问题。 虽然您使用的市售硬体可以执行扩充, 但这些插卡有时会带来限制, 因为您会受限于它们的产品系列以及新版本发布的频率, 并且这些插卡可能无法如您所愿地进行扩充。 另外,由于这些插卡使用的是 PCI 之类的插槽, 因此您可能会受限于硬体上 PCI 插槽的数目。 这还会造成其他几个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令人折舌的成本费用。 这里有大量的可动零件, 不仅来自硬体和电路板方面, 也来自工具。 工程成本自然是居高不下, 效能会出现问题是因为您受限于多种体系结构和产品系列, 因此弹性很低。 如果尝试在系统中采用多种体系结构, 可扩充性也会成为问题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是上市时间。 因为配备了太多需要管理的硬体和软体元件, 通常会造成进度落后, 最终必须在上市时间这点妥协。 我们回来看看相同的系统, 这一次我们将RTX加入其中, 您会发现确实能产生影响。 这里采用了相同的系统, 但一旦加载了RTX, 就相当于取出了其中一个核心。 现在, 我们在其中一个X86核心上执行Windows, 而在另一个核心上执行RTX即时排程器。 我们可以将在专有插卡上执行的所有即时处理, 全部移至RTX专用核心。 在将这些功能透过RTX转移到即时核心后, 我们就无需使用这个专有硬体了。 最终, 我们得到了相同的应用和功能。 同样在标准的市售硬体上执行, 采用了相同的标准X86多核心处理器, 并且仍然利用Windows。 但现在RTX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硬集式效能。 我们去掉了整个系统中的专有硬体, 以及复杂的工具。 不仅如此, 还可以削减成本。 透过优化系统, 采用单一的程式码基础, 以及在单一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下, 完成所有的开发工作。 我们降低了高昂的成本, 削减了工程费用。 效能得以不断提升, 因为我们只采用一种产品系列, 而且还是不断进步的Intel, 和AMD多核心产品系列。 至于可扩充性, 尽管这是双核心系统, 但您可以轻松扩充至4核心、8核心, 甚至32核心的系统。 这是因为RTX支援所谓的对称式多元处理, 所以单一排程器 其实可以跨多个即时核心执行。 最后, 简化的硬体, 简单的工具, 简洁的程式码基础, 使用市售硬体而非定制电路板, 这些都可以缩短上市时间。 接下来, 我们再次回到这张图。 Windows提供了强大的Windows体验。 当与RTX结合时, RTX即可将其转变为即时作业系统。 尽管RTX本身的功能已经非常强大, 但它其实是一个更庞大平台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RTX RTOS平台。 我们之前谈到, 多核心X86硬体是该平台的基础, 完全以标准Intel和AMD处理器为基础。 这是叠加了RTX的Windows, 负责提供RTOS效能。 我们尚未讨论的部分是通讯。 在这个即时以太网络的案例中, 我们将采用Ethercat或Profinet。 这里可以有任意数目的其他即时通讯协定。 而这全是平台的组成部分。 客户可以在该平台的最顶层上实施智慧财产权和应用程式。 利用下面的这些所有元件, 在单一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下完成所有开发工作。 至此我们概述了RTX, 并简单介绍了RTOS平台。 在其他影片中, 我们将详细介绍该平台的各个组成部分。 前往这个网站, 能找到其他影片。 衷心希望您能观看。 再次感谢您抽时间看完本影片。